Minecraft Story Mode 大家好,又來到Minecraft Story Mode 又是我Elly和大家玩這個故事模式 上集就說豬仔走失了 只有兩個可能性 一是我們找到一隻完整無缺的豬仔 第二就是找到一隻小豬可以吃 兩個可能性都這麼開心 書後面沒有東西 看看腳印 終於可以在世界上遊走 可以欣賞一下他們的建築 有東西吃 這個是豬仔最喜歡的食物 有東西吃,快點出來吧 乖乖 繼續 還是跟著腳印 究竟這隻豬 燒到多少成熟 牛就說可以選五成 正常的豬 正常的豬就不可以 不過我試過澳洲不知道什麼豬 就說可以七成都可以 嘩,很多隻 這麼多? 那怎麼辦? 我們要不要拿幾隻回去? 先調查一下,我覺得沒有一隻蟋 有東西 有沒有? 是不是躲在樹後面? 沒有 什麼鳥都沒有 豬屎都沒有 整班都不是Rubin 如果真的玩Minecraft生存模式 看到這麼多豬都很興奮 前面有些草床可以調查一下 就去吧 豬仔在嗎?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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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走 有些不祥之兆 越走越遠 又是晚上 你看看 晚上 在這個地方 其實會不會有怪的 根本 那邊有些異樣 看看 Rubin Rubin Oh no 你在那裡嗎? 難道是燒豬 真的 皮脆不脆 只是一套衣服 OK 老實說 我真的很喜歡吃燒豬 燒腩仔 皮很脆 然後 乳豬也很好吃 真的 真的 想起來 在流口水 究竟我們能找到一隻活生生的豬 還是 很好吃的豬 呢? 嘩 我走一些危險的地方 這麼黑的地方 一定有怪 下面 看一看 嘩 很大 幸好它走了 有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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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道這裡 我要紅蘿蔔 有東西吃 出來吧 乖乖地 別生氣我 剛才嚇到我 我也不知道有熔癌 就是這個草蟲 躲在這裡 好 看看是不是燒腩仔 是你啦 這麼可怕 OK 出來吧 嘩 這傢伙馬上沒事 精神了 有東西吃就OK了 走吧 很危險 夜晚吧 唉呀 真是愚怪 嘩 這麼多的 兩隻 走得快好世界 喂 不要過來 爆啊 走啊 幸好 嘩 又 哎呀 飛哥 糟糕 怎麼辦 咦 哪裏拿出來的 有劍 有劍 好玩很多 這樣才是 緊張一點 氣氛 有心心 撐到 嘩 搞定 一隻 還有兩隻 豬仔幫幫忙 你咬不咬到他們 轉一轉 嘩 很近 這把木劍來的 要拚一下 咦 咦 那又搞定一隻 快手呢 第二隻 不是吧 掉了 哎呀 哎呀 那可不可以趕快砌一把木劍 或者刮石出來 經常劍都好 喂 蜘蛛我不想見到你 哎呀 咦 喂 你先走 這裡有我 你自己走 你可以的 平時我怎麼教你 對呀 聰明 嘩 這隻豬很輕盈 那我就糟糕了 喂喂 大哥 我是男人來的 不要啊 我是男人來的 我不拒你 狂的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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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有救兵 好狠 去哪 原來 有路走 中間還要拿些東西 做什麼 他那個地下密室 去看看 有什麼看呢 不是吧 哇 你這麼厲害啊 賺一賺他 厲害啊 選誰啊 其實三個選項都沒什麼特別 這位女人真是厲害啊 我想這個遊戲這個女人日後會幫到很多手 這個Petra 一起去? 你怎麼想要我外出嗎? 沒問題的 你這麼厲害 哈哈 做backup 哈哈 是不是可以做些東西啊? 那這次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好的劍 有沒有鑽石在裡面呢? 上面 那是石頭而已 怎麼那麼興奮 啊...這枝可惡 這麼大一個兒子沒看到石頭 算了不要緊 就把石劍 大家當我是Minecraft新手就可以了 太好了,我還有一把石劍了,多開心 收在背部,大把劍是會消失的 放在哪裏 好,我的比賽結束了 最壞就是熔岩 好,你也說得對 聽你的話,你這麼厲害 嘩,這條橋也做得挺有心思 三隻Creeper? 嘩,這條橋沒有了 後面是Zombie,又有Creeper 為什麼會這樣? 我想唯一就是跳下去吧 跳下去就算了 不要要這條橋了,命仔重要 跳下去吧 嘩,快一點點 爆 慢動作 這個場景是不是這麼帥? 好厲害 哦,要有些字幕要出來 不錯,算是有些心思 大家順便一起看一看 Story Mode的Minecraft 慢動作 像Matrix 不用太動作 你這個樣子 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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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拳 不要,算了 哎呀 慘了,你們走 你們飛吧 雖然你們不會飛 哦 彈起來 快要下水了 正常又不用死 萬動作 原本 焦了 你不知道吧 進水吧 你不能再上水 stan 你不安排 你相同一起,跟著我 好,帶著你吧 他真是把我當作後援 選擇誰 可不可以讓我說一點嗎? 我都可以的 哎呀 擺明是在囂張我 咦 豬真的不是回來了嗎? 糟糕了 可能真的被人拖了 OK啦 不要緊 下次再來 這個建築挺神奇的 選一些正路的選擇 好 下年再來 不用怕的 明天會更好 生命滿希望你沒看過 哎呀 要逃避了 有些秘密去做啊 我們兩個 好 只有我們兩個 後行仔 就在這裡嗎 啊偽 偽 偽 проект 這有點奇怪 他說那黑漆漆的階段接近門 但他還沒在 可能他太晚了 你確定這就是那黑漆漆的階段 他所說的 嗯 我有 好的 新計劃 你留在這裡 只要是這個位置 然後我去看看 我猜我能夠聽到他錯了 然後再一次 我沒有找到一個見面的地方 嘩 有點不妥 大佬 古怪怪的 嘩 真是拿下我 真可憐 我覺得那傢伙其實是會輸出來 就不會在外面 等等 那邊有人 真的? 嘩 你像個耶穌那樣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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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交易那個人 嘩 這麼兇狠的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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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他逃蠻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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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出來給別人 你的頭收在哪裡? 你的頭呢? 快點交易 這麼大的頭收在屁股上 希望沒有臭味 那顆鑽石呢? 會不會又在你的屁股上? 不是,在後面 不會刮大鑽石就這樣放在這裡 99.9%是假的 神經病,請金石 趕快抓他 不要走啊,搶東西啊 有人偷東西啊 不是,不是偷東西 有人偷水啊 想不到一個伯伯可以跑得這麼快 不可以輸給他 哎呀 認不到他,這麼多人 好,留在下集 究竟我們能否追到鑽石呢? 不可以被壞人這樣得逞 下集 努力緝空 多謝收看 拜拜